臨陣公佈限聚令放寬至4人 並解除2戶以上在私人地方聚集的限制 大部分表列的處所 包括美容院、健身中心、按摩院、戲院等將會重開 需保持4人一組 場內可容納人數為上限的一半 但酒吧和酒館需繼續關閉 戲院重開後 如果放映院內員工同一場次的顧客已經打3劑疫苗 准許在場內飲食 康民署署長劉明光公布 處方核下的室內外體育設施、公共圖書館、博物館及演出場地等重開 文化設施的入場人數限於容納人數的一半 另外政府也宣布恢復不多於30人的本地遊 如果員工已經打齊針 所有參加的遊客滿足疫苗通行證的要求 而員工和遊客在當日的快測呈陰性 人數上限可以放寬至100人 至於未來兩個月 即第二和第三階段的放寬 是否按原有的路線推進 政府說要持續觀察 我們其實是很想給許多確定性的業界 但是因為接下來這幾天假期 我們是有一定的擔心會不會像農曆新年假期一樣 那麼太多這些聚會而是產生了一個不良的效果 但是不可能做一個很硬的指標 但是當然你說回到五萬個個案一天 那麼我想全城都會招累 林鄭表示當局在第五波疫情之下 已經提升各方面的能力 不宜再大幅度收緊措施 至於何時推全民強檢 林鄭指相關的工作仍要趕時機 已經委託政制及大陸事務局局長負責 將適時公布 林鄭預計放寬措施之後 讓性個案將無可避免地增加 呼籲市民於長假期間保持截律 並盡快接種疫苗 減輕醫療系統的壓力